太陽跟巨門同工他會在影跟深的這兩個位置 巨門這顆星他會代表的是 人內心那個空虛空洞跟沒有自信跟沒有安全感的部分 所以他很在乎的就是說 當巨門不管在哪個位置 他要看看他太陽所在的那個位置 是不是在望位 我們去年花了很長的時間在談 當雙星出現在夫妻宮的時候 如果他加上四話會是什麼樣子 這個世界一直都很受大家期待對不對 因為你們看到自己的盤上面有這個雙星 然後就很認真看我是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麼的受大家期待 所以出版社就問我說 要不然來出一本攻略舞 專門講愛情 先跟大家小小預告一下 我們應該會在七夕前能夠寫出攻略舞 大家可以更了解在感情上 你要怎麼樣的去面對 你碰到這個人 或是面對自己感情上的問題 那在書還沒有出之前 我們先先繼續來講這個系列 這一次我們來講太陽跟巨門同攻 太陽跟巨門同攻 太陽跟巨門同攻 他會在影跟深的這兩個位置 那巨門化鹿化旋化旗 太陽化鹿化旋化旗 那這個位置上面的解釋 最為大家所痛苦的地方是因為 事實上巨日如果同攻在影 那深攻這邊會覺得是空攻 同樣的 當巨日如果在這邊 這邊會是空攻 很好玩的是 巨門這顆星 它會代表的是 人內心那個空虛空洞 跟沒有自信 跟沒有安全感的部分 所以他很在乎的就是說 當巨門不管在哪個位置 他要看看他太陽所在的那個位置 是不是在萬位 是不是在萬位 那當太陽為萬位的時候 巨門的這個空虛空洞不安全感 它就會被轉成隱性的 如果太陽是弱線位的時候 那沒有辦法照亮那個巨門 那它的這個不安全感就變成是顯性的 所以很多書上講說 巨門一定口條很好 然後很會說話 甚至說會得罪人 或者是很有言語魅力 這件事情通常只會發生在 當太陽是萬位的時候 那當太陽是弱線位的時候 這顆巨門心不見得有這麼好的口條 你可能要跟它熟一點 那它很會講話 可以坎坎而談 你跟它不熟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有點木納 反而是如此 因為它不知道要怎麼跟你溝通 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表達它自己的內心 那當太陽是萬位的時候 它會很認真的希望你了解它 你當你了解它了 它就不會對你產生不安全感 所以它會有這樣子大的落差 這個是巨門心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而太陽在這個位置上面剛好是萬位 但在這個位置上是弱線位 還好這邊是剛剛太陽要下山的時候 那因為它當它同工的時候 它可以被借過來 你如果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 沒有倉取陀螺 還有火星零星 基本上你的這兩顆星可以被借過來 那同樣的這個位置也是 你沒有陀螺 倉取跟火星零星的時候 它可以被借過來 那因為這個借工的觀念 所以很多人在這件事情上會掌握得不太好 這時候我們就要去想 這個位置太陽是萬位 所以當太陽照著巨門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組的組合的人 他會很像太陽星 對你熱情 然後懂得溝通 然後很能夠表達他的想法 然後也博削 也對人很好 可是在這個位置上面的時候 因為這個太陽是弱線位 所以 這邊就會讓你覺得有的時候像這個 有的時候不是 有的時候它會像那個灰暗的巨門 為什麼 你可以把那個快要弱線的太陽 想像成那個電力有問題的燈 一閃一滅 一閃一滅 亮起來的時候它就像這裡 滅下來的時候 它就回來像巨門 所以有的時候它會讓人家覺得 有一點點的陰晴不定 它還是會產生出它的那個不安全感出現 它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因此 當我夫妻公在這邊的時候 我的對公觀怒公 是太陽跟巨門 我實際上是一個在情感上面 會很熱情 然後會對人很好 很多想法 然後也喜歡 同樣喜歡陽光的人 然後博學的人 可是我展現出來給人家看的樣子 卻不是這樣子的情況 展現出來給人家看的樣子 則是我有某一點點的保護色 因為 對公是我展現出來的樣子 我會有一點點保護色 我在面對情感這件事情 我可能平常跟人家很好 可是我在面對我喜歡的男人 或喜歡的女人的時候 我會有一點點的不安全感 然後會把自己藏起來 等到我開始覺得熟了 我開始覺得 這個女生對我有好感 或說這個男生對我有好感 我的太陽的那一面就會被展現出來 我就會回歸到這個部分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說今天我的夫妻公在這邊 我的官怒公在這裡 那我真實的感情狀況其實是這個 那展現出來這個 那會變成什麼 它就會變成是 就是我看起來 跟大家都很好 喜歡我的 或是我喜歡的 或是我在異性關係上面 我 即便原始的狀況 我那個不安全感是存在的 但是 我展現出來很大的善意給你看 約我去哪裡 好啊我都有空 但實際上我要 真的人要約的時候 他會躲回來這邊 哎呀我就開始想了 這個這樣去好不好 這男生對我不錯 可是他肚子有點大 對我不喜歡肚子大怎麼辦 或是這男生看起來很花心 雖然對我不錯 他開始會想很多事情 這兩個會有不同的狀況 會有不同的狀況 這個是他基本的主要的結構 基本主要的結構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說 聚門化劑了 不管在哪一個位置 聚門化劑了 他的那個不安全感都會更多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這個不安全感 會跟另外一半會有一些 延遲上的溝通的問題 影響溝通的問題 在這邊會有爭辯 在這邊太陽落線的時候呢 他的那個不穩定的狀況 會有的時候跟你爭辯 有的時候他乾脆跟你冷戰算 因為他不知道跟你講什麼 那當聚門在劃拳的時候呢 聚門在劃拳的時候呢 原則上 原則上他也是爭辯 但是這個時候呢 他在這個位置會更明顯的 他一定要講贏你 那在這個位置的話呢 他就會覺得說啊 我可能不見得要 跟你費那麼多口舌 可是呢 我要在延遲上面啊 你一定要讓著我 如果是劃路呢 如果是劃路的話呢 基本上啊 這個位置的人 他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暖男 然後很貼心的女朋友 可以把人照顧得很好 然後 可以把你想要聽的話說給你聽 然後呢 好好的跟你溝通 那相對來講 如果在這個位置上面 即便他太陽是弱線位 他也會比較善於啊 把他的心事說出來 不會讓你覺得好像有點捉摸不定 那如果說在這個位置上面呢 他是太陽化劑呢 他太陽化劑呢 很多同學都會把太陽化劑 想像成好像是太陽弱線 其實他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四化一定是因為輕藥而產生 所以呢 我望為了太陽產生化劑 會表示說 說我在感情關係上面呢 我希望擁有主導權 我這個希望擁有主導權的樣子 我會透過 言語上面 來達成 聚日聚日 太陽去幫忙那個劇門 所以我要在感情上面 得到這個主導權 我會透過太陽的角度 來去幫忙這個劇門 然後 我會希望在言辭上面呢 在溝通上面呢 我是得到被尊重的 但是這個事情 會造成化劑了 我希望得到被尊重 但是我做得不好 或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反而讓我在情感上面 常常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造成 我在情感上面有一個空缺 我希望要有人 來填補這個空缺 也就是我希望要 能夠找到 可以配合我這個情感觀念的人 這個才是太陽化劑 可是如果是弱線位呢 如果是弱線位啊 這顆太陽啊 它的力量反而沒有那麼強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 我希望要這樣 我希望人家可以了解 我希望人家可以尊重我 我希望在感情中間呢 大家在溝通的時候呢 你要多尊重我一點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我也不敢跟你講 或者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講 所以它反而 會讓那個在 不安全感跟空缺感上面 會有更明顯更大的狀況 所以碰到這樣子的人呢 其實 你要多跟他做一點溝通 然後說一些甜言蜜語啊 而且這樣子人 都好打發 你只要 好聽話多說一點 他就會覺得他被尊重了 雖然 他不願意把他的心事講出來 那如果說 這個太陽呢 是畫拳呢 那就表示說 他要在感情上面 擁有絕對的 絕對的主導圈 擁有絕對的主導圈 不可否認 這樣子的盤 在社會上面來講 如果是女生 會相對比較 弱勢一點 因為大家社會大眾 會覺得 女人呢 就是要比較聽話的 OK啦 你去找一個天童的 天良的 太陰的男人 大家就會聽話一點 所以太陽畫拳的話呢 就真的就是 在情感上面 它 就會是比較強勢 不過還好 反正它強勢就在言語上面 你只要應付它的話 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 當太陽是弱線位的時候 其實還不錯 它的那個強勢的狀況 就沒有這麼的多了 反正 它 那個說不動你的時候 它就吞下來 它也就認了 那如果說是太陽畫路呢 如果是太陽畫路呢 如果是太陽畫路 在這個位置 事實上在這個位置 不管是巨門畫路 或是太陽畫路 都會讓人家覺得 是暖男 是懂得照顧人家的人 女生啊 就會 讓你覺得 好像有個媽媽或大姐姐在照顧你 其實都相當不錯 甚至太陽畫路 比巨門畫路還好 巨門畫路大概懂得跟你溝通 可是太陽畫路 它是打心眼裡面 幫你當他的小孩子 或是把你當他要保護的人 在照顧你 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在這個位置呢 那在這個位置的話 會更棒 因為 它可以默默的 無怨無悔的 然後 那個沒日沒夜的 對它的感情做付出 而且對它的感情做關懷 OK 以上 這個是聚日 這個組合 那在這個位置上面的時候 我們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是 當他是空工 他可以借過來 他會剛開始的時候 跟後面真的跟他相處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 他要展現出他內心的情況 跟他實際本來的狀況 以及 當他放進四話的時候 我們該要怎麼去解釋他 如果這是你的本命盤 這個就會是 你很長時間的感情的狀況 或者是說 你 對於情感上內心的一個態度 如果是運線盤 那這個就會表示說 你現在的感情狀況 以及 你希望找到這一類的人 好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